柯兰里有魔咒的字眼 柯兰更新了20多年以来 从普通案件再到主线 大大小小千七百个的案件什么没有发生过 从地狱到职业 从路人到亲人 从毒杀到枪杀 感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不断的被害 真的感觉有些东西就像中了魔咒一样 这个世界里仿佛除了主角们是正常生活 其他人都生活在勾心斗角之中 各种奇葩学说也是一路伴随而来 例如一提到某个字眼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1.社团 社团算是柯兰里很久不变的东西 像这种聚会心智极高的小团体 官方没素材了那不就拿出来用了吗 人情事故在社团里简直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案件的频发率就连柯兰上边人都避免不了 例如小五郎的同学小男的同学之类的 管你是什么这样团那样团 统统都逃脱不了死神的幸运降临 兴高惨烈的去参加社团活动 才发现是进入了凶手的不在场证明圈套 2.剧组 各种各样的某某剧组杀人事件 都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 你拍片就拍片非要整一出现场即兴发挥是吧 像柯兰同学自带buff的这种属性 是最听不得这种字眼了 就仿佛死神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所到的每个剧组必有人惨遭毒手 总会有人在里面挑刺 要么就是某人独显高贵看不起众人 要么就是剧本内容不合本意 有些剧集标题虽然没有明确标明 但柯兰他们肯定会因为某些原因来到某某剧组 然后莫名的给你上演一段仇人们的暗恨纠葛 也就是所谓的犯罪动机 就是让观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这几人可就是待会的凶手人选 就差告诉你即将某人将要被杀一样 3.公司 什么金融公司什么社长 在柯兰的眼里也就是案件高发地之一 我盲猜柯兰不是因为走到哪里哪里才发生案件 而是知道哪里会发生案件就往哪里走 小五郎表示原来你是在拿我猎手 公司绝对是所有名词里涉及到钱财交易最频繁的地带 要么就是绑架勒索 要么就是利益纠纷 已经有多少的大老板倒在了情人的暗算之下 有多少社长倒在了自己的员工手下 类似的词语还有挺多 什么这样管那样管之类的 你要是在柯兰的世界我劝你还是少去 4.阿姨 看了柯兰这么多集给了我一个启示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不能惹 一是穷凶极欧的杀人犯 二就是生气的女人 惹到其中一种后果都是你不敢想象的 你是不能想象一个中年妇女注视你的目光 那种压不敢和拿刀夹在你脖子上的感受差不多 而柯兰里的阿姨们几乎都有个通病 那就是都认为自己还是十几岁的少女 阿姨两字简直就是对自己容貌的侮辱 柯兰有一个漂亮的老妈 即使快满40岁以后20没啥区别 从新一出生到现在容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而她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叫她阿姨 好几次柯兰不小心把她叫成阿姨 你是没感受到当时她那个表情 换作是你肯定是归地求饶 好在柯兰还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虽说阿姨不能乱叫 不过他们那内心的躁动少女早就狼魄不下 反正这个词在柯兰的世界里还是小心使用为妙 里面的阿姨们就没有一个好惹的对象 5.宝石 当我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似乎就已经有某个人在我的身后蠢蠢欲动 那个人就叫乖道基德 在我们基德大人没有对着宝石下手之前 一般的小偷都敢行动吗 请问一下基德登场的这么多集 哪一集和宝物没有关系 只要涉及到宝石这个东西 那他被偷也就是时间问题 既好在柯兰里他还有柯兰这么一位冤家 导致他的行动都不是很顺利每次 然而在基德自己动漫里基本就是手道勤来 最气人的是你还拿他没什么办法 拿他没什么办法吧 最后不是他要的东西还给你还回来你说气不气 而宝石来源最大的忠诚则是林木家 林木自郎姐已经不知多少次花大家钱就买宝石 就只为了拿来饮用基德而已 要我说没有自郎急着老头 基德找到潘多拉之类的进度至少卖一半 6.宗藤 这是专属于平次的魔咒 每次突然都提醒他别把自己叫成宗藤 结果每次都嘴表给说了出来 众人听到后还得非力给他们解释一番 自从看了柯兰我才知道 宗藤在日语里竟然有这么多种同音词 什么宗鸡 裤筒 辛苦 啰嗦 高达 跟上 简直能有一百种理由来解释将柯兰叫成宗藤 所以柯兰完全还可以出一本书籍 名字就叫做《论宗藤新衣的一万种读法》 你说一次两次就算了吧 听了这么多次平次叫他宗藤 小兰竟然这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 不过也是 多少次柯兰身份都快要被他发现了 还是就用了小小计谋就给忽悠了过去 反正哪天柯兰身份暴露了 平时绝对有一半功劳